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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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最有趣的地方 是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原來呢大觀園不只是在建造之初 建造之前就已經埋涉下來了 這麼多那麼可怕的污染源 那麼甚至在它已經落成之後 還沒有這個正式醒清之前 也都透過一些蛛絲馬跡 告訴我們這個大觀園 是永遠擺脫不了外界現實世界的 那一種千絲萬縷的滲透 那麼那就是先入原者 就是你會發現在原村來醒清之前 竟然就已經有一些人先進來 而且就住在裡面了 換句話說大觀園不是純粹 這些可愛的純淨的少女們的 一個淨土 他根本上呢 在他們之前就已經有閒雜人等 已經先他們一步來到這個地方 拒地為王 拒地為王當然要打上引號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由這個先入原者的歸納 我們可以看到大觀園的封閉性 事實上絕對不是絕對的 那麼外在污染 還是可以有好多的管道入侵 所以來請你們先看這一段的一個整理 那宋奇先生 你們應該認識這位宋奇先生吧 因為他跟張艾玲關係很密切 張艾玲死後的遺產 事實上都是交給他來處理的 那他也是那個紅樓夢研究上 我覺得比較客觀也比較重肯的一位 那他這邊有一段話我們來參考 他認為前80回中 只有甲芸跟胡太一等少數例外 那麼甚至其餘如甲正甲蓮等 都沒有禁過大觀園 這個話指的是23回之後 實際上我們甲正是不是在元春回來 醒清前就帶領了很多親客 進去到處提名嗎 所以這個說法事實上要稍微修正一下 那麼不過下面所說的 我覺得大約是可通的 他說連甲正甲蓮都沒有禁過大觀園 乙政沒有男人破壞過 這一種男性誤入的無形禁令 好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可通的 然而花園在建造落成之前 其實已經免不了男性的介入甚至支配 那這個是說得非常正確 那麼第16回就有寫到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第16回 不是有基地的規劃嗎 然後事實上你們注意一下 順便相關的地方還有提到 因為甲正不慣俗物 他懶得理這些所所歲歲歲紛擾的行政事物 所以就只憑甲舍 甲蓮 賴大 萊生 林之孝 吳星燈 張光 陳日新 張光跟陳日新是不是都是那個 張光是那個青客嘛 他就完全由這些人去那個安插擺布 他是不管的 那麼你們知道嗎 這一段話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說 事實上整個大官員的安插擺布 是不是就是由這些世俗的男人們所執掌的 了解嗎 所以這才太有趣了 大官員的整體的規劃 他的佈局所有的一切 事實上都是在這些人的掌握中去落實的 而其中以誰是最為真正的大官員的規劃者 你們知道嗎 是假真 所以他把大官員的所有的秘密 甚至大官員的整個破畫的藍圖 都是放在他那裡 而且他掌握的比別人更透徹就是假真 而假真不要忘記 他竟然都膽敢逾越最森嚴的倫理禁忌 而跟他的媳婦發生亂倫關係的人 對不對 所以你就注意到 這真的實在是太令人意外 所以我們等一下有一些證據來跟各位分享 所以首先我要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麼在大官員落成之後 但是在正式省清之前 就已經進入大官員的人有誰呢 第一個就是假設 你看這邊還有頁嘛 是一個可愛的學生做的 我們請各位來看一下第17回好不好 第17回來 253頁 等一下啦 你們要快一點啦 不要急著操好 趕快 那個第253頁 因為這邊我們要做一個補充 你如果不看文本 你就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那麼就在253頁請看那個星號的後面 來請注意喔 要做補充喔 就是又不知立即何時日 這日假征等 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以假征為領銜 因為他才是真正的主導者 他就來回假征說 園內功臣距已告俊 功臣都已經完成了 那麼大老爺已喬過了 那麼只等老爺喬了 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 好題貶額對聯的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在賈政去這個參觀游歷之前 誰已經先進去了 大老爺是誰 就是賈社嘛 你看這個社中之立鬼 他又先一步進去了 那當然因為他是所謂的長兄 他本來事實上現實世界上 他就是有這個權利 可是以大官員的設計來講 這又讓我們看到一個無可奈何的本質了 好 那我要跟你們補充的一件事情 是什麼呢 請你們注意 第一句話他說 又不知立即何時 真的不知道經過多久 大官員的工程才完成嗎 如果我要考你們 大官員到底從起造算起 他總共蓋了多久到現在工程告拒 知不知道 有《紅樓夢》的文本內證 所以這是毫無問題的 大官員總共蓋了一年 蓋了一年 那這時間算滿久的囉 那這個證據在哪裡呢 請你們看一下那是在第40 好像是在第42回了 就是我們的劉姥姥 來逛了大官員之後是不是很羨慕 然後就有一點提議說 怎樣可以有個這個大官員的圖 他回家去 還可以跟他的鄉親們炫耀 讓他們知道說他到過怎樣 像皇宮一樣的地方 結果姥姥就很高興說 他的哪一個孫女就很會畫畫 就叫他畫一張大官員圖 誰 是不是就錫春 其實錫春不大會畫畫 他只會畫血液 血液不就是 怎樣都可以的 所以他其實很為難 那結果呢 這麼一來他就覺得壓力沉重啦 所以是不是就跟施設告假 對不對 那這一段話很有意思 來請各位看652頁第42回 652頁 好 那他們就當然一群少女們嘛 就把這個劉姥姥嘲笑了一番 用母蝗蟲來類比他 那麼大概就在這一段的第三行 那李丸是社長 所以他就找大家一起來商議 他說呢 這個錫春他要請假 那給他多少日子的假才好呢 他說我給了他一個月他鮮少 那你們大家怎麼說 結果林大瑜又發揮他刻薄的本能了啦 他又說論理一年也不多 這原子蓋才蓋了一年 如今要畫自然得二年功夫呢 又要研磨又要佔比又要鋪質 又要顏色又要點點點 意思是說他根本就念不完 剛說到這裡大家就知道 他是在取笑錫春 那就問他說那還要怎樣 那嘴林大瑜自己都長不住 笑說又要照著這個樣兒慢慢的畫 可不得二年的功夫 那大家就排手笑個不住 你們有沒有發現 林大瑜在嘲笑錫春什麼事情 第一個就是錫春其實畫財並不高 好 所以他畫得慢 第二個他恐怕對於這種畫 他興趣也不大 所以就沒有那麼的積極 沒有那麼的投入 所以你不覺得嗎 蓋一個原子是不是比畫一個原子 照理來講是不是更難更費時 他竟然說畫筆蓋還要多一倍時間 就是在嘲笑錫春 所以我們這個大瑜真的是滿刻薄的 好 可是我想我們現在的重點 應該是回到大觀園的建造 所以這邊很清楚告訴我們說 這個原子蓋多久 蓋一年 好 然後我下面還有一個有趣的事情 要來給你們就在這一段剛好做參考 那麼就是 糟糕 我忘了畫在哪裡 就在這一回裡面 那麼寶釵就有提到說 你要畫大觀園有一個捷徑 那就是你直接把當初蓋這個原子的 那個圖樣拿出來 你是不是就有了一個布局比較好安插 就不會防止歪一邊 那人又這個倒在一旁 那這樣你就比較容易去 再現這個大觀園的精華 那他就有提到說 那個圖應該還收在哪裡 有沒有 你們有誰有已經發現到這一段 所以就建議他說 你們可以到去把這個圖樣要出來 來 我找到了在654頁 好 來654頁的第二段 寶玉聽了的這一段的第五行 請注意 他說我教你一個法子 原先蓋這個原子就有一張細緻的圖樣 那麼雖然是醬人瞄的 那個地步方向是不錯的 你和太太要了出來 那麼就照著那個畫就容易的多 那麼我們的薛寶釵 他認為那一張圖樣現在放在哪裡 蛤 太太是誰 當然是指王夫人 是王夫人 可是實際上不是在王夫人那裡 我們後續的情節你們自己再去找 很清楚那個圖樣還在賈真那邊 那事實上就符合第17回18回這個相關描寫 那個圖樣雖然是降人化的 可是裡面所有的安插設計 假針 瞭若指掌 因為那個圖樣就是由他所掌管 好 這一點意味深長 所以我們下面呢 要請各位再注意一件事情了 所以假設已經喬過了大觀園 你就知道說他已經先入侵 那這個大觀園裡面用的東西 本來就是他污染過的 所以這個完全都是一致的設計 那麼所以第二個人物 我們就要請各位來看看假針 這就是我剛剛為什麼要提醒你們 連那個圖樣都是由他所掌控 所以他一山一石 一花一木 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大觀園 所以請各位看一下我們的螢幕 那麼這個雖然剛剛說假針不慣於俗物 所以都讓這些其他人來安插擺布 但是其中在精密來算 請你們注意假設子在家高握 我打上引號都是指自小說中的原文 這個是最可靠的證據 所以假設也懶得多管 他想管的就是去好色對不對 所以他也不管這些雜物 所以真正作為整個原子起造的負責人 跟工程的掌控者 乃至於那個圖樣的保管者的人 事實上就是假針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第16回 有一段的說明 他說啊 凡事有什麼戒鬥之事 就是那一種你們知道 蓋造一個地方很麻煩的 那個所所歲歲多得不得了 所以工程真的是一門大學問 一個很專業的一門學問 所以有任何發生什麼小事情 假針等呢 或者就是跟那個長輩 好 就是假設或假證回名 或者寫一些略結 就是寫一些簡單的惡藥的小抄 那麼或者有話說 他就乾脆叫這個假蓮賴大等 你們領命去辦理 所以有沒有注意到 整個的指揮安插擺佈都是假針 那麼所以他的統籌調度 使得他對原子的理外是了弱執掌 那麼尤其在那個工程告訓之後 這個最顯現出來 來 我一定要請你們看原文 那麼就是因為這一段 我後來發現之後實在是感慨萬千 真的 他事實上比住在原中的人 更了解這個原子 所以太微妙了 那麼最了解這個原子的人 事實上是這個原子之外 而且又是一個亂倫之遊 然後情色又不孝的一個子孫 那你說這個大灣原 怎麼可能會有一個很堅實的力量 在支撐他 所以這一段我們請大家來看一下 假證領著一行人 在遊園過程當中 來 請各位來到這個264頁 最後一站他們從蕭香館一路 在各個重要的景點 那都做個盤環 做一些提廉匾額的事情 那麼現在最後一站 這裡就是來到了將來的怡紅院 那這個怡紅院的設計非常精妙 當然其中也有非常重要的象徵意義 我們以後相關單元再說 請你們看一下264頁的這個第二段 就是中間這裡 我只是要提醒你們 那麼說著呢 那麼這個就 賈正穎的人就進去了 那麼請看一下 裡面竟然分不出間隔來 他簡直像迷宮一樣 而這個迷宮的意象非常重要 不管是在神話學圓形的理論分析 或者是在中國傳統文化裡面 由迷而悟的一個必經過程 那麼就會具體的體現在 所謂迷宮的設計 那麼這個迷宮的設計 基本上是作為人起悟的一個必經之道 所以怡紅院本身裡裡外外 都設計的有如迷宮 請看他說四面都是雕空的玲瓏木板 那麼或流雲百伏 怎麼樣 什麼動物出現了 就是蝙蝠 我們上次跟各位說過 就是出現在這裡 好啦 總而言之 整個房間的設計就是隔而不覺 通而不透 所以你表面上看過去 可是你就走不過去 所以就像迷宮一樣 所以來 請各位看最後一段 那麼賈正燈走了進來之後 未進兩層就迷了舊路 拜託 怡紅院能多大啊 結果走了兩層竟然就搞不清楚方向 然後左橋也有門可通 右橋也有窗戰閣 極致到了跟前又有一架書擋住 回頭再走又有窗沙名透 門進可行 結果到了門前 竟然就遇到一面大鏡子 然後結果轉過鏡子去 門子越多了 結果那賈正就笑 那大家就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啦 你看帶領大家走出迷宮的人是誰 是賈正 賈正就笑說老爺隨我來 從這門出去便是後院 從後院出去道比先更近了 請注意道比先近了這句話 我們將來還有話要說 就是怡紅院的設計非常奇怪 為什麼你從後院出去 會比從前面去更近 近哪裡 就是近那個大門出口 瞭解嗎 這個很奇怪的設計 我們以後再說 總而言之 那所以他就帶領大家 轉了兩層的紗廚景格 果然找到一個門出去 那後院中又有什麼牆尾寶像 然後轉過這個花杖你看又有一個大溪流 就阻擋在前面 那眾人就很詫異囉 這股水又是從何而來 那這一段話 我們將來在講那個流水設計的時候 會再度把它整合來看 我們就先跳過去 總而言之 整個大觀園的水最後都是流到這裡來 這當然有象徵意義 然後河再一處就從那牆下出去 眾人聽了當然就覺得很精妙囉 很神妙囉 請注意 說著呼見大山主路 注意到連出了怡紅院 到了後院又遇到第二層的迷宮 就不知道該怎麼樣出去囉 那眾人都說哇 迷了路了 那又是誰帶領大家走出迷宮 又是賈征 賈征又說隨我來 他又在前面引導 那眾人隨他直接就由山腳邊呼一轉 便是平坦的寬闊大路 豁然大門前見 這個大門就是哪裡 就是大觀園的入口 所以請你們注意一下 連那個大觀園的設計 基本上也不脫離榮民二府的 某一個根本原則就叫做中軸 還記得嗎 所以整個大觀園是這樣子的 我們假設還是把它當作是一個 比較完整的空間 請你們告訴我 那麼大門一定在哪裡 大觀園入口一定在哪裡 一定在南邊 這個坐北朝南這是皇家這個一個正常理治 所以大門一定在這裡 而大門之後一定有一個所謂的平坦寬闊大路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有點像長安城什麼那種設計 這是中軸 就是整個建築基地的一個主要的軸心 然後這邊就通到哪裡知道嗎 一定在正中間 一定在中間 這就是省清別墅所在 原村回來省清之後就是在這個地方落腳 這是黃泉的中心 瞭解 所以這個完全注意到 大觀園的設計不可能脫離黃泉跟富泉的設計 也在這裡 所以你看這裡有一個什麼平坦寬闊大路 那宜鴻院好奇怪 從後院出來你看繞過一個山 就看到這個寬闊的大路 然後大門就看到了 所以後門比起來比前門離大門更近 那這個怎麼可能呢 各個學者就有各種不同的方式 為了要來符合這樣的一個說法 但是他們的一個 我覺得他們的那個構思恐怕是很奇怪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下一個單元就有話做一個補充 好 所以總而言之請各位注意 帶領大家走入裡裡外外的迷宮的人 是誰 是賈珍 這不是太奇妙了嗎 那麼而因此 而因此裡外之間的糾葛 所謂的潔淨與污染 原裡與原外 這根本上是一個沒有辦法釐清的牽扯的問題 所以絕對不能用一個非常簡單的二分法 來看待大官員的存在 好 這個是我希望你們可以了解到的 好 最後只補充一句話 來請看一下 整個大官員的一秋一貨 一山一水 都是在賈珍的掌握之中 一直到第45回 好 我們剛剛看到第42回 寶釵不是要他去找出那個圖樣有沒有 那麼一直到第45回那麼錫春就跑去跟王熙鳳要 當然嘛 因為王夫人是把權力交托給王熙鳳了 所以那個東西放在哪裡就要問王熙鳳 結果王熙鳳就是說 那圖樣並沒有在太太跟前啊 還在那邊曾大爺那裡呢 那邊就是子寧國府 然後是在曾大爺那邊 所以你看史史中中 我們的這個大官員呢 從起召之初到起召的已經這麼久了 那麼他最根本的那個立足點都掌握在賈珍手裡 所以意味深長 所以我想我們認識到這一點 真的千萬不要用簡單的二分法來看待紅龍夢 這樣子我們也許會錯過很多重要的訊息 請你們注意一下 我們隸屬過賈赦是不是還有第二代玉姿輩的賈珍 他們都是先入園 而賈珍呢 尤其掌握了整個造園的始終有沒有 所以一草一木 一山一石 那麼任何一個細節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那可想而知這個也是一個大色鬼 他不惜亂倫的 然後願意不斷的 那基本上呢 以這樣的人物作為整個大官員的起草跟掌控 跟監管整個造園過程的人 你們就知道其中大有深意 那這個是我們上次呢 談到的部分 那麼可是呢 我們要請各位再注意一下 那麼先入園者當然不是只有這兩位男子 那麼請各位注意一下 大官員他畢竟是一個人生活跟這個居住活動的地方 那麼這些千金小姐們周圍呢 那麼日常生活都需要非常多的人力 來協助他們因為請不要羨慕也不要批評 事實上這就是他們這個階級 所必須要負責的義務 真的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德與詩 我們不要只看到他的德 然後用我們今天所不足的來羨慕 甚至或者是來批判 事實上真的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德與詩 任何一條路也都有他的所見跟所勳 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要懂得去包容跟尊重的 所以就此來說 那麼住在這個大官員裡 老實說這個大官員呢 畢竟從落成之後 他就要必須進行一個非常完善的維持 這個維持是什麼意思呢 不要忘記喔 只要是人工建築物久而久之 沒有人的打理很快就會變成廢墟 有沒有 一層厚厚的灰塵啦 那門窗什麼可能也坍塌腐朽啦 那這個當然是不堪入木 尤其就是皇妃要回來醒清 或將來還要再回來醒清的地方 那當然要非常的靜靜來這個維修來保持 而這麼一來呢 當然就要許多的人力安插進來 所以各位請注意一下 就在第17回呢 我們請大家這個翻到課本 應該說啦翻到我們這個版本的第17回 其實這裡面已經隱約帶到了 只是我們大多數的人其實都忽略掉 我們首先請看一下在第254頁 好 其實就是第17回的一開始 那麼當賈正要領著一群人進去進行巡視 跟這個提廉匾額的這個例行活動的時候 請你們注意一句話 254頁的這個第二段呢 那麼首先賈正就要先去園中知會眾人 這句話非常的重要 他告訴我們說大官員一旦落成之後 在園村回來醒清之前 其實園中已經住著眾人 而這個眾人是誰呢 當然是各種鴨環背 因為他們負責灑掃 負責比如說修剪花木 然後這次維持整個大官員要長寶如新 一個不可或缺的一個人力安排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你們就可想而知 大官員始終一直都有一批 來自現實土壤的一群人 在支撐他的基礎 他絕對不是一個懸空的一個空中樓閣 不是天上的仙境 他要牢牢的那麼植根在現實人間之中 連他的維持都不能例外 那麼所以這樣的一個知會眾人呢 那麼我們可以注意到 這個眾人當中包含哪些人 其中當然大多數是名不見經傳 因為這些人物就是 不過是我們整個小說舞台的一個背景而已 但是其中有一個人物 因為將來在賈府失敗之後 有重用的這個必要性 所以我們作者呢 有特別花了一番筆墨 讓他出場 讓他有一些戲份來展演這個人物的風姿 那就是在第24回 這個第24回也就是這個小紅出現的這個第一回 那當然他一直到27回 都有他跟賈雲之間的一種曖昧情勢 可是呢 我們現在回到大官員的這個專題來看 請各位翻到385頁 那麼請看一下 這邊對於小紅有一番介紹 他說最後一段 原來這小紅本姓林 那麼小名紅玉 只因玉字犯了林黛玉寶玉 便都把這個字引起來 變都叫他小紅 所以請各位注意 這裡面呢是用一個避諱的一個 非常合乎現實邏輯的原因 來讓小紅的名字呢 不要有玉這個字的一個出現 那麼請大家要注意 這件事情事實上在紅龍夢 別的情節裡面呢 你會看到有衝突的地方 大家應該都知道 如果說林黛玉跟寶玉的名字這麼的珍貴 那當然在古代這就是要避諱的 所以你不能跟他重名 所以這麼一來呢 身分比較低的人 他當然就必須要退讓 把這個命名的唯一的權利 就要讓渡出來 可是呢你們還記得吧 不在大觀園裡啦 但是在甲虎當中也有一位得力的丫頭 她的名字一直都有一個玉字 而始終並沒有因為避諱的關係而引起來 那個人是誰是不是玉川有沒有 可是玉川就沒有這個問題啊 所以很明顯 我覺得在這邊都有一些特殊的含義在裡面 那當然這個小紅是住在大觀園裡 大觀園畢竟是一個相對說來 比較具有個性化 比較崇尚所謂的自由精神的地方 那麼所以這麼一來呢 這個小紅的性格至少在目前為止 他不是玉字卑中的人 他的性格太善於謀略 那麼太懂得刁鑽 然後眼觀四面 耳聽八方 其實就是在把握來自各方面的各種 可以讓自己在現實階梯上面 向上流動的機會 這樣的人太世俗 所以某個義來講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他不配擁有玉的這個名號 那當然還可以有其他的討論 我們現在就不再多說 總而言之重點在下面 他是榮國府中世代的舊僕 世代舊僕就是說他的祖先 好幾代其實都是在榮府為僕了 所以他們都是所謂的家生子 那麼他父母現在收管各處的房田事務 所以要注意 賈家基本上他們的經濟來源 主要是來自於這樣的一個莊田 那麼這個紅雲年方16歲 那麼因為注意 分入到這個大觀園的時節 他剛好被分在怡紅院中 倒也清幽雅靜 要注意 所以怡紅院是一個很清幽的地方 而這一點呢 賈寶玉也曾經給過認證 我們等到那個房屋配置的 那個部分的時候再來談 總而言之他跟林黛玉一樣 都喜歡清幽僻靜的地方 結果沒有想到呢 後來命人進來居住 這指的當然就是原非的解除封鎖令 有限度的開放 那麼所以眾多小姐們住進來 偏生這一鎖 然後又被寶玉佔了 所以呢他就有進水樓台的機會 那當然啦 對於紅玉這種人來講 這個機會同天上掉下來 他當然會用12分的努力去把握 所以他雖然是個不暗示的丫頭 卻因他原有三分容貌 心內著實妄想 失心的向上攀高 所以美美的呢 要在寶玉面前現弄現弄 為什麼要現弄 讓寶玉注意到他 注意到他 他是不是有機會可以破格拔除 對不對 也許就會進入到權力圈 那當然最好是不是就做了姨娘 對不對 這就是他們最好的出路 只不過太可惜了 你很伶俐 你很厲害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所以寶玉身邊一干人 都是伶牙利爪的哪裡插得下手去 所以寶玉周邊的那些一等丫頭 或者是二等丫頭們 互相形成一個統一陣線 而猶如銅牆鐵壁 懂嗎 所以你沒有趁機而入的機會 那麼這一群銅牆鐵壁的組成分子 包括誰知道嗎 當然包括秦文 還有包括社月 邱文 碧痕等等這些人 為什麼我們必須把秦文放在這一群人裡面呢 請注意 當後來鴻玉是不是終於抓到一個機會有沒有 那麼就是王熙鳳派他去辦事情 結果他辦得太漂亮 所以王熙鳳很欣賞他 但是就在這個過程中 是不是就剛好遇到碧痕邱文 他們打水進來 然後就數落他一頓 那一一被這個鴻玉反駁 結果他們沒得說了之後 請你們注意最後一個還不甘 讓這個鴻玉脫逃的一個人物 他是壓陣的 那麼還對鴻玉擺班積刺的那個人是秦文 所以這一段情節應該是在第26、27左右 你們自己再查看一下 事實上只要仔細檢驗 心中不懷有懲戒 你們其實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秦文實際上是一個既得利益者 那麼對於那些有可能威脅到 他們的既得利益的人 他事實上是一樣的防範 一樣的排擠 我覺得這個你只要仔細去看 應該就看得出來 那這個我們以後等這個人物論的時候再說 好 總而言之 所以從鴻玉的這個例子讓我們看到 原來在大官員落成之後 立刻就有需要眾多的人力 來進行他的保持跟維護 那麼鴻玉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你們看這些人隱身在幕後 但是他確實整個大官員要有秩序的 合理合情的運作 而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 想想看這不是發人深省嗎 那麼這麼一來各位就可想而知 這些小姐們表面上非常珍貴 受到別人的服侍 然而實際上他同時也在受到 這些下人們的牽制 沒有他們 事實上他們沒有行動能力 他們甚至沒有生活的能力 那就此而言可想而知 這中間的關係真的是非常複雜辯證性的 所以這麼一來這些卑僕之輩 他們構成了大官員生活的基礎 那麼這麼一來 這些人物所帶來的現實生活 潛層的那一面 那麼也就不可避免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應該要如實 去面對到的一個問題 所以從第17回 賈瞻先入園之的知會眾人 而這個眾人在第24回 我們看到其中一個鮮活的個別的人物 也就是小紅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一面 那麼至於大官員中的生活 固然有師社的那種優雅的活動 但是是不是我們到了第50回以後 我們就是看到各訪之間的 丫鬟們之間的名爭暗鬥有沒有 他們的爭吵 他們彼此之間 那麼為了利益的關係 而彼此心懷嫉妒 憤怒 然後各種手段 這個都是我們全部小說 在後半部所著力描寫的對象 所以大官員不可能免於現實的糾葛 那麼只要有人的存在就有江湖 對不對 那麼只要有江湖就有星雲莊 好 聽不懂 星雲莊的典故來自古榮的小說 請看多情見客無情見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當然啦 大官員畢竟是為賈寶玉 以及眾多一桿水座的女兒們 所量身打造的 所以最終一定要有一個人物 他也是先入園的人 這個是絕對不可或缺 如果沒有這個人物 那大官員跟現實人間就沒有差別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有一股力量 在對著這個現實世界展開 非常努力的一種抗拒 那這個人物當然他抗拒的過程極其悲壯 那麼也構成了一種史詩般的一種美麗 這也就是紅樓夢最吸引人的魅力所在 那這個人當然就是賈寶玉 他是可以先入園的人 怎麼說呢 我們找一下文本中的證據好嗎 那麼這也一樣是在第17回 就剛剛那麼賈真要入園智慧眾人的同一段 下面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描述 請大家要一併參考 那麼這還是在254頁 賈真先去園中智慧眾人呢 請注意下面說 可巧近日寶玉因為思念情中憂妻不濟 注意 賈母長命人帶她到園中來戲耍 長命人帶她到園中戲耍 所以原來賈寶玉已經經常跑到園中去玩耍 去散心 那某個意義來講 那也是可以讓他解除現實煩憂的一個樂土 很明顯這句話的意涵在這裡 但是如果我們從這個 整個大觀園的一個構設而言 那麼又清楚的看到賈寶玉 他確實也是一個那麼具有先入園 而進行一種理想力量的進化的一種 重要的一個人物 那麼當然他有這個權力 他也必須如此 為什麼呢 因為假如沒有這股力量來抗衡 那麼有賈赦賈真 或者是園中各式各樣的卑僕 所構成的現實力量 恐怕讓大觀園會更脆弱 而且他的存在時間會越短 所以我們這位賈寶玉的努力 你可以發現他真的是始終如一 那麼盡量延續大觀園這個樂土的生命 那麼寶玉之所以有這樣子的一個特權 我們可以在小說當中 或者是支批裡面看到許多的證據 他事實上就是這個大觀園的一個 某個義來講不能說他是大觀園的主人 不要忘記大觀園真正的主人是圓村 好 那麼這是為他所擁有的一個皇室的禁地 那麼但是畢竟他遠在這個工程之中 所以大觀園的實質的活動者 那麼是以寶玉為中心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從寶玉出生之後他的心願就與眾不同 抓周的時候不都是抓什麼織粉拆還 然後他的畢生志願也是做眾女性們的護花使者 而這個都透顯在許許多多的證據裡面 首先請各位看一下在第37回 那麼園中在舉行施設的時候 大家覺得我們不要再用這些姑嫂的名號 以免落入世俗 我們要不俗要脫俗 所以大家要取個別號 因為我們都已經是施翁 那麼施翁就要優雅 就要不同於凡俗 所以大家就各取各種外號 那這個取外號事實上有他背後的 一個統一的原則 我們講到巫社的時候再說 那麼至少寶玉透過薛寶釵的調侃 那麼就是連帶涉及到寶玉的舊號 他以前就往往以此來自我這個宣稱 他說我將洞花主 那這個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個名號啦 但是我們還是要提醒一下 這個醬字是紅色對不對 而紅色在性別的結構裡面 他通常都跟女性是相對應的 所謂的紅香綠玉嘛 那麼將洞當然指的就是有點像仙窟仙境的 那個概念的一個縮影 那麼所以這個醬洞當中 就片開著無數的美麗的花朵 而我們寶玉是這個花主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不只是護花使者 某個意義來講 他是為眾多女兒所圍繞的一個溫柔香之主 那麼就此而言 當然他就必須有這個特權先進到園中 因為這就是為他所量身訂造的一個樂園所在 換句話說大觀園其實就是寶玉的降洞 那麼大觀園中所住的各式各樣美好的女性 也就是降洞中所開的花 但是這些花都是圍繞著寶玉而存在 這一點我們等一下在水流設計 在各個地方都不斷的在印證這一點 這個我們先請大家有一點概念 那麼不只降洞花主這一個專有名詞 我們來看看支批他也給我們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線索 那麼就在這第17回支燕摘有一個回錢的總批 對於這整段大觀園的一個建造到落成 以及所有一些重大的工程 他其實有一段非常重要的一個評語 他說寶玉系朱燕之冠 這個冠字就是同音的錯字 那個支批常常寫錯字或者是真的 或者太潦草 或者常常是因為同音而物 或者是同意而物 那麼或同型而物 就是他常常寫錯字是因為形體很接近 所以他就寫到另外一個錯字 或者是陰很近他就寫到另外一個錯字 我不知道為什麼支燕摘錯字會這麼多 所以有人懷疑 真的有人懷疑 支燕摘的文化水平很低 然後就覺得這個支燕摘恐怕是後人 所虛構出來的一個人物 有一點脫谷改字的那種味道 就是說我假你一個支燕摘 那我其實是藉由這個虛擬的支燕摘的名號 其實是偷渡了我個人對《紅樓夢》的一個看法 這個在我們古代不是也很常見嗎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所以有一些學者他們甚至認為支燕摘 根本不是我們今天所以為的 那樣跟曹雪芹親近的一個同一個階級的 一個同族的人 那這個說來話長也不是我們能夠解決的 可是我認為從支批的內容 他所反映的思想 價值觀 審美 品味 以及他對《紅樓夢》那麼細微 到很難以察覺的本事的掌握 我還是認為他應該是跟曹雪芹 非常親近的一個人 那這個我們就先按下不表 總而言之這邊他就提到說 寶玉是朱燕之冠 那這個冠字其實是應該就是這個冠字的諧音 那總而言就是這個冠字 所以你看跟這個主 降動花主的主其實是同一詞 那麼朱燕當然就是指的這個眾多的這些少女 所以就因為寶玉有這樣的一個身分 就整個小說的敘事而言 他真的是一個重要的主軸 所以大官員的對額必得欲凶來提拔 因為他是整個大官員的主人 這個主人是指沒有原非的皇權 匣制之下相對的屬於他們的一個 這個個人空間的時候 他確實是這個大官員之主 所以支批就說囉 請注意下面他說的 所以他應該要暫提登扁連上 就是說這些各式各樣的命名呢 當然要由寶玉來命名 因為他是這個大官員的主人 然而他並不是終極的主人 所以再請四題 再請四題就是要再請賈政 或者還有元春 由他們來做最後的定奪 那麼你們就可想而知 這裡面的權力關係是有階層性的 所以支厭哉就提醒我們 賈寶玉並不是真正的終極的 握有整個大官員的真正權力的主人 所以他必須要 他只是暫提 暫提之後再請四題 那麼所以他說 這是一個千妥萬當的章法 所以從大官員作為那個榮府的一個派生物 然後榮國府又跟皇權的關係 如此之下必須要千妥萬當 這個是他們這個階級性所不可以避免的 所以千萬不要忽略掉 他們的一個文化脈絡跟他的階級特性 那麼所以就醬洞花族 我們看到支批用朱燕之冠來加以呼應 另外還不只如此 來請大家看一下 在支批裡面 我們看到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可是今天紅樓夢已經完全不存在 那個叫做琴榜 那這個琴榜我們以前提到過一些 那麼據學者的考證 他應該就是模仿那個水浮傳 水浮傳的那個108條好漢的一個會整 跟惡藥的一種的一個描述 然後做一個排序 也可以說是對全書當中重要人物的一個總會 那麼這個琴榜如今已經看不到了 那麼我在想 我們是不是現在還是稍微做一點補充 因為以前我們講到薛寶釵的時候有提過 但是我們現在再簡單惡藥的提一遍 這個琴榜透過支批呢 我們知道第一名就是賈寶玉 好 那麼他是琴榜之首 所以跟朱燕之冠 那完全是非常一致的 那麼但是他之所以能夠擔當琴榜之首的原因 當然不是因為他是男主角 雖然他也是 那麼他有資格做琴榜之首 是因為在琴的這個認知跟體現上面 他更為寬廣沒有界限 所以這個琴看一下 所以支批有對這個寶玉 他之所以身為琴榜之首做了一個 一個簡要的一個定義 就是他能夠做到琴不琴 那什麼叫琴不琴 我們也講過對不對 因為就琴是動詞 後面的不琴是一個名詞 就此來講我們的小說中 在第35回跟第77回都很清楚的 反應寶玉這一種博師重愛 他犯愛重的那一種博愛的精神 不要忘記他的前身就是神醫試者 是不是也是在到處遊逛的時候 看到路邊 水邊有一棵草快要哭死 有沒有 他就用甘露灌溉他 那個時候他還未必對這棵草情有獨鍾 所以可想而知從前身到今世 事實上寶玉的一個天性就是連席若小 然後他願意為這些受難的生命 來扛起他們生命的重擔 這個就是寶玉的一個基本性格 那所以他的琴不琴當然就使得他 能夠跨越不但跨越性別 而且跨越物種 然後讓他的愛其實真的是可以貫穿於天地之間 所以絕對不是只是狹義的愛情而已 這個請大家要注意 所以我曾經見過一個學者 他甚至用一個很有意思的宗教的比喻 來說明寶玉的這種博愛 他說寶玉有如耶穌基督 要為世人什麼扛起十字架什麼的云云 那這個說法當然很有意思 我想這個類比當然不是那麼的精確 不過他的意思就要告訴我們說 寶玉的愛是無比寬廣 可以超越性別 而且可以超越物種 我覺得就此來講寶玉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他不是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 又天上的星星就跟星星說話 看到河裡面的魚就跟魚說話 所以我也相信他有可能 就抱著我們椰林大道旁邊的椰子樹 好 去感受到樹的溫柔跟樹的寧靜 好 歡迎你們去試試看 好 那你就可以感受到這天地之間 萬物彼此確實有一種生命的脈動 我們是彼此牽引的那一種美好 我覺得這樣的超越個人 是一個很值得努力的方向 不要忘記我們個人都很渺小 好 所以要超脫出來 那麼要望向外在的一個無邊無際的方向 這樣人才會活得更美一點 好 總而言之那第二名呢 琴榜的第二名是誰 你們也知道的是林大玉 好 因為他的情範圍非常狹小 他只限於個人的主觀感受 所以叫做情情 對不對 那麼第三名就是寶釵 而寶釵事實上支批並沒有留下任何的說明 那我們的讀者是不是一般都想當然而 用無情來為他定案 對不對 那這個是不應該的 那麼第二個 就算用無情來闡述寶釵的個性 他的情也不是我們一般意義的無情 這個情你們要注意 無情事實上跟你們提醒一下 在六朝他們在討論聖人的境界 乃至於到了宋儒的理學裡面 無情事實上都是聖人的境界 因為有情就會落入到狹隘 落入到一般性 那麼所以那個無情其實就是超越情的意思 所以太上什麼 還記得嗎 那個是世說行語裡面的名言 太上忘情 然後旗下不及情 就是那種很愚笨之輩 他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情 他只是一個本能的反應 然後當然在六朝的那個世界裡面 他們想要凸顯的就是情之所中正在我背 有沒有 所以這個情的議題事實上 他有很多層次也不是那麼單一 那麼所以如果以紅樓夢的這些人物來講 林大玉大概就是所謂的情之所中正在我背 但是寶釵就不一樣了 即便你要用無情來定義他的話 請注意這個無情也不是我們一般意義的冷酷 而是指他忘情 太上忘情 所以他超越這種主觀的喜怒哀樂跟個人的執著 那麼可以大公無私 所以不要忘記他在柳旭詞裡面怎麼說 是不是所謂的任他隨聚隨分 還記得嗎 所以聚善無常他都可以心驚不受動搖 我覺得這個是另外一個層次的體認 那麼有沒有道理呢 有 紅樓夢裡面有很多的地方 也包括支批他讓我們看到其實薛寶釵所努力追求的 真的不是一般我們世俗所肯定的那一種 由個人主義出發的那一種好惡之情 那這個說來話長 所以我們等一下有一些補充 那麼在紅樓院的裡裡外外的設計 在薛寶釵的成長過程 在薛寶釵的各式各樣的細節的一個建構之中 我們其實看到作者要為薛寶釵所塑造的形象 那真的就是超越俗情 超越世情 世界的那個世 所以這個說來話長 我們以後再詳細說好了 那麼對於寶玉作為朱燕之冠 還有所謂的降動花主 還有琴綁之首以外還有一個同義詞 我們做最後一個補充 那就是他應該是所謂的總花神 什麼叫總花神呢 這個說來話長 我先在這邊做一個簡單的一個整理 就是《紅樓夢》裡面有兩個詞彙 它事實上是同義詞 那麼這個同義詞都是在象徵少女 當然是少女 美好的純淨的靈魂 那就是花魂跟花神 這兩個詞彙事實上也不完全是超越型的獨創 像花魂這個詞在清代已經有 當時跟之前已經偶爾有一些詩人用過 但是不像《紅樓夢》一樣這麼樣的集中 而且給它這麼樣子的豐富 而且非常鮮明的一個象徵意涵 那這個花魂跟花神這兩個詞 其實都是指少女的靈魂 那麼花魂出現在哪裡呢 那麼最 所以你們最熟悉的應該就是 第27回的《藏花營》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不止 我們簡單看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麼一來 我們將來講那個人物總論的時候 這個就可以跳過去 那麼這是在第26回的最後一頁 也就是416頁 請各位看一下 這也是在那個作者以一個全知的視角 然後對林大玉作的一個描述就有提到 來請各位看一下 中間這一段 原來這林大玉秉絕代之容 俱世俊美 結果不齊這一哭 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樹鳥漆鴉一聞此聲 都特愣愣的飛騎遠壁不忍再聽 所以我們林大玉的哭泣是很有感染力的 天地萬物都未知動容 這實在太誇張了 好然後下面請看一下 我們的作者忍不住就讚嘆一般 真是花魂默默無情緒 鳥夢痴痴何處今 有沒有注意到 花魂這個詞第一次在小說中出現 那麼第二次的出現 就是非常濃墨重彩的反覆強調 所以我們的讀者就會印象鮮明 這是在第二十七回的最後的葬花影裡面 那麼請各位看429頁的這個第四行 濁霄庭外悲歌發 知識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流 鳥自無言 花自修 好那這裡就重複出現了兩次花魂嘛對不對 那所以這裡某個意義來講都寄託了 那個非常美好的一種理想 一種靈魂的狀態 所以我在想啦 恐怕這也影響到這個張艾玲 張艾玲不是說蝴蝶其實是花的靈魂 有沒有 飛回來尋找他自己 這是一個非常美的一個比喻 但是我想大概他背後隱含的意義呢 都是所謂的花魂就是花的精靈 然後他可以超越形體 但是他卻擁有這朵花的精華 所以形成另類的一種美好的存在 那麼所以這個花魂我們在這邊已經看到兩回 當然還有另外一次 那一次我們要特別說明的原因是因為 由於《紅龍夢》版本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市面上所看到的 常常是被篡改過的 那麼所以我們要藉此機會特別澄清 那個是在那個林黛玉跟史湘雲 在做這個大觀園中的中秋葉的連劇中 所提到的緊拔之劇 這個緊拔之劇當然是詩稱 這個詩稱暗示了他們將來唯宜 甚至是悲劇的命運 那所以請各位看一下在1199頁第76回 那麼這邊我們保林黛玉 那麼絞盡腦汁終於寫出這個 足以跟史湘雲那一句又天然 又現成又絕佳的一個這個初句 他用這個對句來這個擋住這樣子的 一個禁忌活動之後他腦力已經枯竭 所以他下面就想不出來了 這個是連劇活動當中的一個特殊現象 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說 總而言之他為了要對出跟寒唐杜賀影 那麼能夠那個各善千秋的一個句子 所以各位你們看一下他想了很久 那麼終於想出所謂的冷月葬花魂 請注意不是冷月葬詩魂 沒有詩魂這樣的詞 尤其從中國的這個文學傳統當中 對句背後所操作的那些原則來講 能夠跟賀影相對的只能夠是花魂 而不是詩魂 因為賀要對花 這個是對偶的原則 名詞對名詞 而且名詞裡面還必須要魚對鳥 擠對鳥 翠管對紅樓 所以賀不可能去對詩 一個是具體的大自然的一個動物 一個鳥形 但是詩根本上只是人為抽象的一個文字形態 這兩者是不能形成攻隊 而連聚活動必須要攻隊 攻隊的意思就是要非常精攻 要完全合乎最嚴謹的對偶法則的 那個才叫做攻隊 所以詩魂這個是完全違背這個原則 也不是曹月琴會寫出來的 所以那個版本是大有問題 請你們要記得應該是花魂才對 花對鳥那就是一個絕佳的一個攻隊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很明顯 這裡的冷月藏花魂很明顯 是不是跟藏花種有前後呼應對吧 所以這基本上我們總難免隱隱約約 或隱或顯地感受到呢 有一卻哀悼的悲歌始終徘徊在大觀園的各處之中 那樣的陰影呢 某一來講讓我們覺得陰森 也讓我們覺得有一點壓力 那這個也是呢 我想任何一個人都在面臨他的命運的時候 都不可回避的 尤其是大觀園這樣的一個悲劇交響曲 好 總而言之 那這個就是花魂 那麼跟他的一個同義詞呢 在小說當中還有花神這個詞 而花神當然跟花魂就更加 有一點不同 那麼應該這樣講 他們是同義詞 但是層次上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麼花魂基本上只是一個抽象的一個概念 但是花神他比較具體化 他會對應到個別不同的花的姿態 芳香 形體 而因此呢會具有個性化的特徵 所以我們請各位先看第一點 那個花神這個詞呢 最早是出現在第42回 請你們看一下 那時候是因為劉姥姥逛了大觀園啊 結果呢 請注意喔 請注意 劉姥姥帶來的當然是歡笑 是一個顛覆大觀園或者是榮國甫 所既有的森嚴秩序的一種歡快 一種脫序的一種自由 然而注意任何脫序都要付出代價 享受自由你相對的也會有另外的損失 而那個損失就是什麼呢 因為他們違背他基本的生活節奏 所以對他們的身體精神來講 都帶來額外的負擔跟損害 所以劉姥姥逛完大觀園之後 有沒有注意到一票人連續生病 真的 哪些人 先生病的就是誰 賈姥對不對 賈姥受了風海 還有一個就是喬姥對不對 喬姥也生病囉 後面還有一個 因為那是在隔了幾回才提到的 而且只是連帶帶到的沒有那麼明顯 可是其實是 就是因為賈姥高興啦 所以多在園園中遊玩了幾次啦 所以某個本來就很愛生病的人 就病得更重了 是的 是林黛玉 所以你可以發現一連串的人 就因為這樣一個脫序 所以反而造成他們心靈 跟他們健康上面的負擔 所以這實在太有趣了 真的 所以我一再跟各位同學 分享了一個道理就是說 真的 有的就一定有失 阿莊子早就說過了 有成就必定什麼 有毀 成與毀是並存的連生體 你不能夠說我只要這個好的 我不要他相對的壞的 天下沒有這樣的道理的 所以想事情一定要想全面 想全面就讓自己不會變得貪心 不會變得偏執 那也就不會去嫉妒 也不會過分的給自己壓力 那所以對於這個 劉姥姥逛大觀念 我們將來有機會的時候 再做一個專題 可是請大家翻到646頁 那麼就是因為我們喬姊生病了 那王熙鳳就很擔心 然後他覺得劉姥姥來自於鄉土 他具有泥土的韌性 尤其他又是一個擊鼓的老人家 那麼人情事態歷練多了 也兼具很多那麼存在的智慧 所以他就像這樣的老人家請教說 那怎麼辦 我這個孩子這麼的娇弱 我要怎麼樣可以讓他比較好養 可以讓他平安長大 那劉姥姥當然就給了他很多的建議 那麼首先第一個建議是說 也許小孩子眼睛很乾淨 那到花園裡可能就什麼撞客啦 看到什麼不乾淨的東西啊 那這麼一來他可能會生病囉 這是我們古人也常有的一種思維 結果我們的王熙鳳就叫了採明 就拿來御霞記 就是平兒拿出來啦 但是要採明來念 來請看645頁的最後一項 我要跟你們提醒一件事情 這個甚至連清末的評點家都發生誤會 還有過一番小小的爭吵 所以我想你們未必那麼明確的掌握 因此我要跟你們提醒 請告訴我這個採明是男性還是女性 蛤 對 她是一個小絲 她是一個仆人 她不是婢女 她不是女的 要注意 所以採明出現過幾次 所以她相關的那些情節們 如果你沒有搞懂她的性別 可能就會發生誤會 那這個因為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我們現在就不多說了啦 那採明她是認識字的 所以我們王熙鳳比較依賴她 來比如說有需要這些查閱文獻的 就找她來 那果然她翻了一會兒就念說8月25日 那麼請翻過來 並者在東南方得玉花繩 請注意喔 這個東南方當然是指大官員 結果下面當然就有一套 那個除災這個攘邪的這一套做法 我們不管 那鳳姐一聽她覺得正是如此 所以她笑說果然不錯 園子裡頭可不是花繩 有沒有 所以園子裡頭我們擺明了 不就是那些少女們 跟賈寶玉所住的地方嗎 所以這個園子裡頭可不是花繩 有雙關的意涵 就是說原來那些 當然大官員各處有百花盛開 有各式各樣的美麗的精靈活動 可是那些少女們事實上也是另類的花繩 那麼這樣的一個花繩的概念 不是我們斷章取義 然後進行自由聯想所產生的 不是 《紅樓夢》裡面呢 文本給予我們非常一致的破譯 請各位翻到第78回 這邊有提到 就是我們的情文要過世了 所以這裡就有一番話 我們要來給大家參考一下 所以這是《紅樓夢》內在非常一致的 一個象徵手法 請看一二三三頁 這邊我們忍不住實在又要插播一些說明 其實《大觀員》跟《紅樓夢》裡面有很多 我們作者一兩句話帶到的那些描述 背後都保佔了血淚、心酸跟痛苦 那個是你沒有經驗過的人 只看過那一兩句話真的沒有感覺 那麼自從人生來講是值得慶幸的 但是無知雖然是一種幸福 但是無知也會讓你可能不了解 這麼複雜痛苦的心靈 他到底炙熱燃燒的是有哪些 這個真誠的那些苦痛 所以我們這邊忍不住要多說一點 請看一下一二三三頁 這邊就是情文過世 那他臨終前大概就有一番描述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寶玉當然非常心疼也非常著急 他非常想知道說情文呢 在這樣的一個生死關鍵時刻 有怎樣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不曉得跟各位提到過沒有 假如沒有 我們現在可以做一個說明 總而言之那請看最後一二三三頁最後一段 他就帶了兩個小丫頭到石頭後面 因為這樣可以隱蔽 不要被人看到 那也就只是問說 那自從我離開啦 你襲人姐姐有沒有打發喬情文姐姐去了不成 那這有就兩個丫頭 一個比較老實 他說有打發宋媽媽喬去了 那寶玉就問說回來說什麼 他非常想知道情文臨死前整個的過程 那小丫頭就說回來說 情文姐姐直著脖子叫了一夜 今日早起就閉了夜 住了口事事不知 也出不得一生兒只有盜氣的份兒了 好 那麼先在這邊暫停一下 你們知道直著脖子叫了一夜代表什麼意思嗎 我常常覺得紅柔夢真的一言兩語 這樣帶過去的一個描述 其實背後真的是無比辛酸痛苦的 那痛到叫了一夜 而且他直著脖子叫了一夜這樣的經驗 那是沒有痛過的人不會知道的 那個是那真的是痛不遇生 可是你不遇生又不能死 這個就是最可怕的地方 所以他直著脖子叫了一夜 對 你就知道他真的是深受水深火熱的煎熬 那好 重要的在哪裡呢 那到最後你看注意 為什麼今日早起就出不得一生只有盜氣呢 請注意 因為那樣的疼痛已經耗盡他所有殘存的力量 已經沒有力氣到說 連把那個痛叫出來都已經沒有力氣 所以當他能夠直著脖子叫的時候 他事實上還有一點力氣 所以那種痛是讓他沒有辦法承受 用這種方式去宣洩 可是當你們知道痛是非常耗損力氣的 有痛過的人就知道 當你痛40個小時的時候你就會知道 那真的你會覺得寧可死了算 可是你又不能死的話 這就是情魂現在所遭遇到的 然後那種痛是非常耗損體力的 所以即便你痛過一夜 然後你可能就比較緩解的時候要注意 通常這時候人的狀態是 我比較不痛了 你以為你精神就會比較好一點嗎 錯 那時候你會陷入到半昏迷狀態 因為你的力氣已經完全用完了 那麼這就是人其實是非常脆弱的地方 好啦 所以你看嘛 痛了一整夜要直著脖子叫了一夜 你就知道說情魂真的好可憐 他受了很痛苦的折磨 所以到第二天他連叫出來的力氣都沒有 好 所以只有剩下那個胸腔 還在拚命做最後的掙扎 還能夠再倒氣 可是他已經完全沒有聲音 因為已經沒有力氣 那所以呢 那麼面對這樣一個現象 如果你懂得這個是一個什麼樣體驗的人 你其實會非常心酸到 因為你如果感同身受 你就會知道說這個人他竟然忍受這樣一個 生命其實是沒有辦法承受的痛苦的時候 你其實真的是會非常的難受 可是呢 讓我非常意外的是呢 我們寶玉在這樣的一個描述之後 他關心的是什麼問題呢 如果是我 我會關心的是 那有沒有誰幫助情文 有沒有至少誰握著他的手給他一點力氣 好 我大概是我就會這樣去問 可是寶玉讓我非常意外 他問的是什麼呢 如果你們沒有這樣子的體認的話 你不會知道寶玉在這裡 他真的表現出來的是 他真的不夠愛情文 他是一個非常自私的人 好 他問的是什麼呢 寶玉忙到 那情文一夜叫的是誰 好 小丫頭子很老實說一夜叫的是娘 你看當他直著脖子叫了一夜的時候呢 不自覺的喊的是娘 那麼各位我們先回到情文的生命史來看 他的母親一直伴隨他到現在嗎 不是 他是不是從小其實也就是父母雙亡 對不對 所以這就有趣了 為什麼他喊的是娘呢 很明顯並不是因為這個娘在實質上 所給他的許多的溫暖跟依賴 以至於他在臨終的時刻 緊緊握住這樣一個生命的根源不放 不是 而是母親本身對於人來講 他不必給你怎樣具體的呵護跟具體的 那一種給你乳水跟給你甜的蜜水的 那一種無私的付出 然後讓這樣的一個幼小的生命 感受到那一個偉大的力量 其實這個母親不是在這樣的意義上面 去成為情文在極端痛苦當中 所回溯的那一個根源 這個母親是這樣子 是人性裡面一種很自然的一種求生本能 然後你就會去回溯到你的根本 那麼這一種現象背後的那個人性的一個本質 老早在2000多年前 司馬遷已經體認過了 好 司馬遷對這一段話 有一個非常精彩的描述 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讀到那段話 當然印象很深 可是因為沒有體認 所以不 就只是知道 但是真的不能夠體悟 那麼後來終於體悟到那個道理的時候 那我也更加的對那個司馬遷 有非常深刻的理解的同情 那司馬遷怎麼說呢 他在史記的《屈原列傳》 史記的《屈原列傳》裡面有一段話 他說天是人之始也 人的開始 那麼父母是人之本也 是生命的根本 對不對 你的父母是不是還有他的父母 一路追蹤就是追蹤到天 一個造物主的來源 然後下面才是最精彩的 他說呢 故 所以人窮 人窮則反本 當人遇到你遇到困境 越到絕望 遇到你真的已經沒有出路的時候 你就會怎麼樣 就會反本 你就會歸反那個根本 去祈求他的護衛 祈求他的幫助 因為人的本能是這樣子的 你自然給我生命 你是不是應該讓我可以好好活下去 對不對 你就可以幫助我 不然你為什麼要把我拋植在 這樣一個孤獨的一個充滿了困苦的世界裡面呢 所以當你走不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往回頭去追溯 那個給我生命的人 你是不是應該可以也同樣 可以給我繼續活下去的力量 所以人窮則反本 於是呢 勞苦倦疾 對不起 我字實在是滿吵的 因為我很急 好 故勞苦倦疾 當你呢疲倦到 勞苦到 你已經超越你能承受的範圍的時候 那麼人就會未嘗不忽天也 好 你就會忽天 所以我們 欸我們即便日常中 同學們打打鬧鬧不也常說 天啊 怎麼會這樣對不對 那表示說完全不可思議 所以我要找一個這個人之始源來尋求答案 那這就是類似的反應 雖然你那時候不是勞苦倦疾 然後下面說呢 極痛慘疾 當你呢 那麼身心的那一種困沌 那一種痛苦 已經到了這個慘疾的地步的時候呢 就未嘗不忽父母也 好 所以我們有時候呼喊父母 那真的是來自於一種 我們極痛慘疾到 已經沒有辦法承受的地步 那個時候你就會所謂的反本 所以人在走不下去的時候 很自然你的內心裡面 就會有一種反本溯源的 一種防衛本能的啟動 你希望呢可以找到一個力量 那麼是不是可以讓你敵港 現在如潮雪般淹沒你的 那些痛苦的這種可怕的這種遭遇 所以呢 我想就此來說 真正有經歷過 這一種走不下去的絕望跟痛苦的人 他們其實都可以在屈原列傳裡面 感受到司馬遷投射進去的 那種人生對極端的體驗 好啦 結果呢 我們這位秦文果然一夜叫的師娘 他展現出來的就是人性的一種本能 那沒想到呢 我們這個寶玉並不滿足這樣的答案 因為寶玉真的太小 寶玉真的還是一個在溫柔相中 長大的一個小少爺 他對人生的痛苦的體驗 事實上是真的不夠的 那麼所以把寶玉塑造成一個 什麼偉大的革命的英雄 我覺得真的都是言之過剩 所以呢 就可想而知 我覺得寶玉畢竟真的還不夠 她的人生境界 她的人生的體驗 她對生命的認識 事實上還是在一個很有限的一個範圍裡面 所以你看寶玉就試著眼淚說 那還叫誰 你們都知道 她期望的是什麼答案 她希望秦文在死前是叫她的名字 懂嗎 所以這個人真的是所謂的情感的自我中心主義者 那麼她希望所有的人的愛呢 都匯集到她身上 然後她希望所有人的一生都是為她而活著 可是這不是另外一種自私嗎 所以小丫頭就非常的誠實說 沒有聽見叫別人了 所以寶玉就很不滿了 她說你糊塗 想必沒有聽真 所以你看這個人真的是一個小孩子 那旁邊另一個丫頭最靈 另外一個小丫頭最伶俐 所以請你們注意 伶俐這個詞在紅樓墨裡面常常出現 她不見得是好的意思 伶俐的人請注意她在小說的情節當中 往往連帶的其實就是說謊造假 然後投其所好 那麼伶俐的人才會臨場編出很多 能夠讓對方滿意的答案對不對 那如果是粗粗笨笨的 老老實實的只會實話實說的 那就沒有這種伶俐的表現 所以你看這個伶俐的小丫頭聽寶玉如此說 便上來說真個她糊塗 然後又向寶玉說不但我聽得真切 我還怎麼樣怎麼樣之類 下面這一段話真的是掰謊記 我想我們就不用詳細的說了啦 但是這位伶俐的丫頭 她果然虛構了一段情節 那一段情節真的是非常欺美動人 確實也投合了我們這位吃公子甲寶玉的心 所以這就跟我們的花神就會連帶有了關聯 那麼在一二三四頁呢 這邊有一段跟我們現在的議題 事實上是最相關的描述 那大家來看一下 總而言之這個是在這個小丫頭的這個虛構 虛擬裡面所觸及到的 那麼大概是在第六項下面 那麼這個小丫頭這個下掰說 這個情文在她的問題底下回答說 你們還不知道我不是死 那麼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 玉皇赤命我去施主 就是我就是管這樣畫的花神的意思 然後所以她就得去 只是因為我不能跟俗人講 那當然跟寶玉是可以說的啦 那所以這個倒數第五行 那麼寶玉就說啦 對啊 這個是真的有這件事情 因為你不視自看書所以不知道 注意一下視自看書是個很重要的事情 可以讓你超越現實世界的限制 然後可以領悟到這個世界看不見的懸傲 所以我曾經應該說不久前做了這樣的一個研究 很深刻的認識到 《紅樓夢》對於讀書事實上是非常重視的 他甚至覺得你不讀書 你就不可能真正提升自己的性靈 那最代表的是我們常常引用的寶釵的那段話 對不對 那在《紅樓夢》好多地方 他都告訴我們說視自然後你才能讀書 讀書讓人的眼界才能夠擴大 然後讓人的靈魂也才能夠提升 然後你才能夠認識到呢 你看不見的那些奧妙跟幽微之處 那所以這邊他也再度印證這樣的道理 好 總而言之你不看書 不是字所以你不知道 那像我們這種視自看書的人 我們就瞭解這個世界真的是無比的 神秘而奧妙的 所以他說這原是有的 不但花有一個神 一樣花有一位神之外 還有總花神 那所以這位吃公子就追根究底 然後就問說 那他不知道是做總花神去了 還是單管一樣花的神 這下子是把那個丫頭給問住了 因為他本來就是虛掰的嘛 結果他一時揉不出來 你看根本是胡揉的結果 那恰好這是八月十節 園中池上芙蓉正開 那麼這丫頭當然就就地取材囉 見景深情就回答說 哎呀我也曾問過啦 他就說他是專管這個芙蓉花的 所以我們寶玉的心裡面就很開心了 好 告訴你們 這一段情節我們先請大家在這個議題裡面 先把相關的我們先做一個整合 所以很明顯在《紅樓夢》的這個系統裡面 花因為可以對應到特殊的具體對象 所以不但有各式各樣的花神 是不是還有一個超越這個各花神的總花神 那很明顯嘛 總花神當然就只能是降動花主的寶玉嘛 對不對 所以各個花都有它的司主的那個特定對象 所以芙蓉花神就是秦雯 可是各位不要忘記 《紅樓夢》裡面有一個更重要的角色 它的代表花就是芙蓉花 是不是林黛玉 然後海棠花的代表人物是不是就是石湘芸 那我們薛寶釵是牡丹等等等等 所以這就是所謂一樣花有一個花神 那麼我們寶玉作為降動花主 他就是所謂的總花神 那所以秦雯跟寶玉他們共用同一種花 因此他們彼此之間具有所謂的 從相的關係 那麼如果用這個西方的術語來說 就會把它稱為the double double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分身或者是替身 這樣的一個意思 然後在小說當中有各式各樣 作為它的分化 而不斷的在強化它的那些次要角色 那這個是你們可以注意到的 不過就在這段情節我實在是忍不住插播 這裡面我們作者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 有了一個違反現實邏輯的一個失誤 請注意什麼叫池上芙蓉 芙蓉花有兩種 自古以來能夠稱為芙蓉的就有兩種 一種是露生的 那麼一種是水生的 那麼水生的芙蓉就是這裡的池上芙蓉 你們知道它就是什麼花嗎 就是荷花 好 那這麼一來 請你們注意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麼荷花會開在八月時節嗎 這個八月當然是農曆知道嗎 那農曆八月是什麼季節 是什麼秋 初秋 中秋還是暮秋 不一樣喔 已經到中秋囉 中秋的時候那個氣溫降低 而且已經萬物摔薩 那個所謂無邊落幕消消下的季節 那個時候池塘中會開著荷花嗎 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們到八月中秋 你們到那個植物園去看 那個整個那個池塘的湖面 一定是一片殘破啦 就是枯葉殘梗 那個是非常淒涼的一個局面 不可能有池上芙蓉盛開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喔 我覺得我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的一個失誤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呢 後來就我們寶玉啊 因為聽信的這一番胡周 他後來不就是跑到那個芙蓉花前面去 吊祭情文有沒有 寫了一篇非常感人的芙蓉女兒壘對不對 那個是在也一樣在這第七十八回 是不是這樣子 來 我請你們再來看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 這個有意思的地方呢 或者是失誤或者又是一些矛盾 我們來看看作者有的時候 不見得是真的那麼樣的 百分之百的構造完善的 那麼就是在一二四三頁 就是我們的寶玉回到了園中 來請看這個星號後面第一行 那寶玉一心七楚回到園中 猛然見池上芙蓉 那想起小丫頭呢 說秦文做了芙蓉之神的這件事情 然後所以他又揭嘆了一番 又想起說秦文死後 他並沒有到零前一季 那如今為什麼不到芙蓉前一季呢 這又進了禮 那麼又比俗人到零前季掉又更覺別致 有沒有注意到他還是要進禮的 所以你們不要以為他是所謂的凡禮教 沒有 禮根本就是人跟人之間 一種很真誠的一種表達方式 重點是在你有沒有真誠去做 而不在有沒有這種外在形式 這個是我們現代人對禮教 一個很奇怪的誤解 那麼以後有機會再詳細說 好啦 所以寶玉就做了一番準備 我們翻過來一二四四頁 好 他就用秦文素洗的 素日所洗的那個冰膠古衣服 楷字寫成那個蕾文 那麼就名曰芙蓉女兒蕾 好 總而言之我希望你們看的是第二行 於是在夜月之下命那小丫頭 捧至芙蓉花錢先行禮幣 那麼將那個蕾文即掛在芙蓉枝上 這裡怎麼又會有芙蓉枝呢 他明明是池上芙蓉對不對 我們從剛剛一路看下來 都是池上芙蓉就是荷花 荷花有樹枝嗎 當然沒有 所以這裡的芙蓉枝很明顯又移到了哪裡 陸生芙蓉 所以這中間又形成了一種不一致的地方 那當然最有意思的是請你們看一二四七頁 那麼第78回的最後這一段 非常好玩 當他念完之後他一一不捨 小環催智再次他才回生 忽然聽到三十之後 有一人笑到截寢劉布 兩人聽得不免一擊 因為你正在惦記一個死後的人 突然有人叫你劉布 這一下子我們的聯想不就很自然嗎 那小環回頭一看卻是個人影 從芙蓉花中走出來 他變大叫不好有鬼情文 真來顯魂了 嚇得寶玉蓮盲去看 當然你們都知道這個人其實是誰 是林大玉 所以直接就接到第79回對不對 他們還論證了芙蓉女兒 裡面幾句話的那個修改有沒有 那就其中帶有一些不祥的異異異味 那這個你們自己再詳細去看 可是我在這邊要提醒你們一件事情 從芙蓉花影中走出來的 當然就是芙蓉花神對不對 所以是林黛玉這沒有問題 因為他跟情文根本就是共用同一種代表花 可是假設我們林黛玉所走出的 那個芙蓉花影是慈上芙蓉的話呢 這一下子我們的林黛玉就會變成落神了 有靈波微步對不對 那這個當然就不可能啦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中間有好幾個事實上不一致 甚至是違反現實邏輯的 包括說中秋八月竟然可以開荷花還盛開 這個是很難得一見的恐怕是不大可能的 第二個從時尚芙蓉又跟路上的芙蓉 是不是又產生了混淆有沒有 那這個就是非常少數紅樓夢裡面 沒有那麼樣子的精密到沒有勿施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是順便跟你們提醒一下 好 那我們把這個總花神談完之後呢 來請各位再補充一個 事實上提到花神的地方還有第27回 就在27回的第一頁就有提到說 在那個閨中他們實現著一個風俗 就是也是從上古研習下來的 叫做要見記花神有沒有 因為過了芒種節那夏天就來了 那春神就要退位 那閨中女兒們席春暮 所以大家就要來見記花神 要設宴款待那好好的送春 那裡面就有提到花神 我想這個你們自己再補充一下 好 所以總而言之我們要提的是說 因此就寶玉這個人物而言 他之所以具備有先入園的這個資格 乃至於特權 那是因為他本來就是這裡的主人 那麼包括說降動花主 朱燕之冠 然後琴榜之首還有所謂的總花神 那麼在在的都指向同一個象徵意義 那就是寶玉身為這個理想世界 也就是純情的一個代表 他是要來進入到園中 那麼進行進化的一個工作的 那麼要來抗拒這個世俗的入侵跟污染 那麼這中間的這個抗衡的過程 當然此消彼長 那麼最後導致於大觀元的毀滅 這個都是我們讀者感慨再三的 一個悲劇的一個宿命 那這個也就是讓我們感到 作為一個悲劇英雄 假如我們寶玉還可以叫英雄的話 在這裡終於還可以感受到說 寶玉他在努力抗衡的 那麼中間所散發出來的光芒與熱力 那麼這也就是構成紅樓夢最大的魅力之一 好 那這個我們就簡單交代到這裡 好 好 我們來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